2月5号A股收平视频 大家好 我是网友财经 连续6天个股普跌 今天跌的最惨 收盘有1368只股票跌停 4000只股票跌幅超过5% 市场是一片哀嚎 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股民内心对于A股的气氛 护士呢 今天是一个放量下跌 出现了连续的两根下影线 客帐50创业版指今天是收红红盘 但是中正一千指数今天是暴跌了超过6% 今天受评视频 我们也不去骂A股 也不会哄着这个A股 我们依然从技术分析的角度 客观理性的去谈一谈 我对于护士创业版客帐50中正一千 这几个指数的观点 同时再聊一聊 在春季之前我们是该持股过节 还是说持币过节 因为今天直播的时候有不少朋友在问 我们先来看几条消息 第一条消息是关于市场担心融资的爆仓风险 就是加杠杆资金的爆仓风险 但我们今天看到一些什么新闻呢 就是第一券商给了一到两个接约日去补仓的时间 就是不会直接给你强平 第二个就是监管层也提到了建议券商给一些弹性的 给一点弹性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强平的一个比例 好 说明什么 说明在管控这样一个爆仓风险的存在 但这是消息面 第二个 关于破镜率 A股的破镜率超过了12% 目前已经有667只股票破镜了 市场整体破镜率已经超过了以前每一次历史大底时候的破镜率的数据 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看破镜率来判断A股有没有到底部 现在已经达到12%了 但是这是一个长线基本面估值的角度 再看个消息是关于持底跟持乎过节的 这个一会再讲 然后我谈一下我的观点 看我的观点 对于大盘来讲 结论就是明天大盘仍然会是在五日均线的下方 好 即使说在春节之前指数能够往上有反弹 也会有向下的先洗盘的动作 那么这个向上线 大家看 目前这个向上线 那么接下来还会有触碰到向上线半分位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时间点 还会再触碰一下这个价格 然后可能才会有这样一个小反弹的动作 那么从操作上来讲 从操作上来讲 我们明天如果再往下下杀 你可以去试错 可以去试错去搏这样一个小反弹 去期待我们心中所想的一个节前的小红包行情 但底线要明白 底线也就是这样一个最低点 也是你所关注的股票在最近的一个最低点 底线不破 你可以去搏异 小仓位博弈就期待有反弹 但底线一旦破位 就要去认错离场 当然仓位一定是小仓位 而对于说能不能出现网上的大反弹 现在至少在节前不敢这么去期望了 因为市场情绪太太太差了 快涨4天 快跌6天 不断往下创新低 接下来我们也就期待个小反弹就可以了 然后再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指数 放量 今天是创了过去将近三个月最大量 震荡指标目前还是在超卖区没有出现绿变红信号 创业板今天的最高价是超过了昨天就是上周的一个最高价 今天的量价还可以放量 刺破了前一天的高点 但是整体上的走势依然不妙 依然是一个这种流畅下跌的态势 而且距离压力位这条黄色超卖线很近 就是即使网上有反弹 空间其实也不大 空间也不大 也只不过是一个连续的持续的大幅下跌之后 一个技术性的小反弹而已 所以没有必要去做过分的一个解读 也不要奢望有太大的反弹空间 当然我们可以感受到是什么 就是今天中小盘股的暴跌 但是创业板 科战50没有往下跌 说明他们已经跌的非常非常多了 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就是已经距离这个真正的底已经很近了 往下跌已经跌不了 已经没什么太大空间了 我们可以暂时这么去理解 但往上涨 看不到太多的空间 所以未来要么是往下继续的这种震荡调整 要么是在这里横盘震荡 横盘震荡去震荡助理 震荡震荡 然后再逐步的积累信心 逐步的积蓄能量 才能再往上走 不要失望它能够直接上去 太难了 然后再看科战50 科战50今天也是出现了放量 今天是创出了过去193个节日 就是大概10个月的一个最大成交量 而且科战50今天也是微微上涨了3.3个指数点 就是0.5% 收盘是676 量能放大 K线一个十字心 那么科战50今天其实没有创卖强 然后智能指标呢 超卖区没有出现绿变红信号 科战50也是一波非常流畅的下跌 同时科战50反弹空间也不大 这条黄色操盘线 这个缺口 这个20均线 其实空间也不大 即使有反弹 不要失望什么大反弹 那么指数有反弹 包括像护制也好 即使有反弹 那么也就是到50均线 也就是到50均线 顶多到10均线 可能10均线根本到不了 那么还是一个轻指数中个股的一个思路 一会我们去讲 怎么去清指数中个股 然后再看中的一天 中的一天 今天大跌了6.16% 低开低走 大幅下沙 放量下沙 过去半年最大量 有踩踏 一定有踩踏 一定有一些资金 没办法被迫的 不舍的割掉了 或者说 不是自己割的 是被别人给割掉了 没办法 因为没钱再补仓了 所以这种非正常下跌 非理性下跌 背后一定有一些什么原因 一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产品 怎么样 我们不去做过分的一个去阐述 大家心里面也都知道 那这个基金我们可以感觉到 大资金不爱 对不对 至少护盘资金是不爱中中一天的 护盘资金参与了谁 我们看到参与了像上升50 今天红的上涨 1% 低开高走 找1% 这是护盘资金喜爱的方向 但是像中正一千跌不亲吗 娘不爱的 里面的这种风险太大了 所以对于中正一千来讲 至少我们要去等震荡指标 在超卖区出现绿变红之后 我们再考虑要不要去做 那么现在不要着急说 要去抓什么超卖反弹 风险不确定性太大 好 然后再一聊一聊持股或者持币的问题 我们先看两条新闻 第一个我们看到 说近八成私募建议持股过节 其中47%的私募建议满仓过节 我们听听就可以了 别听得瞎扯淡 满仓过节 还有有21%的私募建议说持币过节 仓位建议控制在五成以内 这个还算合理一些 建议你满仓过节的你就别信他了 他在忽悠你好吗 还有一个我们看一下 这是有过半的私募 认为节后会有开门红的行情 就是80%的私募建议持股过节等等 其实像这些消息有很多 公募也好 私募也好 券商也好 各种各样的一些机构也好 包括很多的股票也好 都会说吃股过节 结果有行情 A股跌出机会了 见底了等等 其实我们过去听了太多了 我认为其实大家没有必要去纠结于什么持股 或者持币过节的问题 只要你没有重仓满仓某一只个股 某两只个股 其实我们就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 只要你的持股没有跌破关键的位置 没有跌破止损位 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该怎么做怎么做就好了 当然如果说你现在已经 已经已经满仓被套了 已经被深套了 你估计你更不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你已经躺平了 对吧 所以我一般是很少去考虑持股或者持币国 也有问题的 控制好仓位 破掉止损位又严格止损就够了 而对于一些仓位比较轻的股民来讲 我们依然是按照我们的战法 我们的涨厅回调战法 我们的旺旺散号战法 基于量价关系好 筹码筹码好去选股票 然后再基于股价位置好去折食 有符合条件的股票就去做 没有符合条件股票就不要去做 就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想太多 你不要说每次过国庆节 五一节什么春节都要去想 我吃币还是持股呢 跟着没关系 关键是要看你有没有找到合适的标的 关键是看你有没有严格的选股跟折食 你只需要把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仓位控制在一定程度 不要去重仓满仓某一只个股 那就够了 所以不需要纠结持股或者持币 关键看你有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向 那么这是今天收评 我们去表达的一些观点 最后呢 还是希望各位点赞关注 网友采讯的大A 来评论区回复518 表示对于我的支持 祝各位新年快乐再见